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大家好 欢迎来到区块先生的人物放大镜 我们今天很开心的可以邀请到了 Ren from Orderly Network 然后来分享一下他创业的经验 然后呢 Orderly是什么 他解决了行业哪一些痛点 然后呢 希望可以透过今天的影片 让大家更好地认识一个新的协议 好 那我们先让Ren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很高兴来在区块先生的节目 我是Ren Founder of Orderly Network 我的背景是TradFi 最开始我是从美国CMU毕业 Cartney Mellon 然后在TradFi工作了十几年 TradFi第一份工作 就是在美国的Feddy Mac 是金融危机的时候 比较有名的一家企业 因为几乎倒闭了 就是被政府救 然后那个时候我经历了 就是06到08年经历了美国的金融危机 然后是在金融危机最核心的点 就是MBS Duritus这些 我当时是在Duritus desk 所以深深的体验到了Satoshi 开始使命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 然后17年了解到Crypto 然后就进入Crypto 当时我两个大学同学Mark和Jack 他们创办Kronos 我很快就加入做COO 然后我们一起发起了Wood Network 之后2021年底 我发起了这个Oderly Network 了解 对我觉得 而且刚讲到那个Financial Crisis的时候 那真的是 尤其像Marley May那些公司 当时都经历很大的 这个次世代房屋风暴 然后OK 所以随着这个经验后加入币圈 那你是什么时候买Bitcoin的 我是17年接近Top的时候 我记得是1万6 1万7美金买Bitcoin 有留住吗 有留住 还好有留住 OK 老花有卖吗 还是继续Hoddle 还是Hoddle吧 虽然跌到3000多 20年 OK 然后所以经过这个经验后 你决定创了Oderly Network 然后在这之前也有在Kronos 那你在Kronos那时候 主要是做哪一部分 Kronos是一个Quant Trading Team 就是做自营交易在Crypto 我当时CEO 所以很多事情都需要管理 然后我也负责 Partnerships External 所以Fundraising Exchange Relationships 这些东西 也都是我来负责 然后在Wu的时候 就是我推进Wu进入DeFi 所以当时发起了 DeFi Summer那个时候 发起了对DeFi的兴趣 还有最终变成了Passion 然后甚至是Kronos之后 在DeFi的Trading 也是我来去Push他们的 所以那个时候 就是非常喜欢DeFi 然后从一个Trader 变成了一个Builder 然后最终DeFi的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Trading的一个中局 就是Order Books 所以那个时候 发起了Orderly 了解 就从Builder变低贱了 而且因为我们的频道 其实就是一直在讲DeFi 我们介绍了超过200个DeFi Project 那我们在讨论Orderly之前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那时候 introduceDeFi到武汉Kronos的时候 你经历过哪些DeFi协议 然后哪一个对你印象最深刻 大的都经历过 Uniswap Curve Ave 就是ZeroX 很多其实都经历过 就是主要是Trading 就是还有那些不同链上的 是 BNB AVAX 然后Phantom 这些都经历过 Yearn 我就觉得很 不是很user friendly that's one of the main issues 然后这是也是解决的一个问题 然后跨链这个事情太麻烦 有很多的就是作为用户 我的这个心一直是 就是吊在空中 因为一直在等什么时候 这个用的桥 是不是会出问题 就这些是我们想解决的一些问题 音响很深刻的 我觉得最深刻的就是Uniswap 就是有这么elegant的方式 能让任何project可以去list 然后让users那么简单的去交易 虽然成本什么的比较高 然后把这个融合在一起 然后竟然是在一个layer1上完成 就是一个非常elegant的东西 我就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 当然他之后就会发现 不少的一些 嗯 针对liquidity的问题 然后也是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嘛 是 而且我们发现 就是因为有Uniswap出现 也促使了很多的SEX 就是中心化交易所 被迫得开始更积极的去list token 对因为在那之前 我们了解到上币费 legal opinion legal fee auditing这些都需要 现在变成是说 你这么麻烦 我不用这个 我就直接去dex去list 嗯嗯 那既然我们讲到defi 一定要讲讲exploit了 你有经历过任何的rockpool 或exploit吗 我有 有经历过rockpool 那个project我就不说是谁了 但是是经历过 就是一个yield aggregator 然后就是去个hack 哦是一个hack 不是rockpool 不是rockpool rockpool我个人还没有经历过 ok 那hack就蛮常见的 因为基本上就大部分蓝筹项目 也都有某种程度上的hack and exploit 好 那我们延伸刚刚都有渐渐的讨论到orderly的部分 那不如我们Ran先来介绍一下orderly network是什么 yeah orderly的vision就是可以facilitate liquidity流动性 就是任何资产获取流动性 从crypto开始 希望是之后也能延就是到tradify traditional assets 让资产的交易 就所有资产的交易变得更透明 成本降低 就充分利用区块链这个技术 而不是一个centralized structure 在order book trading 然后可以list任何的资产 然后它有足够的stakeholder的participation 不是说某些中文化机构获取的 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vision 最终就是permissionless listing via order books 在spot还有derivatives 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大部分还是走这种AMM的形式 不管是uniswap curve balancer 这些比较知名的设置于在其他链上的都是based off of AMM的形式 那有什么原因 为什么就是感觉好像蛮直观 就是应该走order book spot这种形式 那为什么大家都没做或是做不成呢 我觉得AMM首先是个非常创新 非常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它最facilitate最多的就是permissionless listing of spot assets long tail assets 然后最快速的让人去获取这个asset嘛 对 但它的成本是偏高 然后交易成本 成本降低的话 其实LP会受损 所以去keep这个balance的话 我觉得成本必须在维持到比较高 然后有各种无偿损失 就是这种impermanent loss这种东西作为LP 虽然这些algo在improve 但是毕竟这些algo 它是很难去跟很强的对手方去PK的 就是若是有专业的taker的话 在这些里面 另外就是他们对在稳定币上很好 因为就是就没有impermanent loss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稳定币 其实都应该用AMM完成 在这个环节里面不需要order books 那order book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难做的 其实成功做order book的 就是traditional跟crypto的几个大的交易所 对 其他的就是就没有 所以DeFi团队了解order books我觉得不多 虽然DeFi的这些创新也没有说 就是order book以外的这些创新也非常厉害 仍然有交易量 但是我觉得他们没有order books的经验 那order book 做order book的人 他们很多是没有trading experience的经验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因为很懂trading跟traders 然后也做过order book 把这个技术 就是我们也懂order book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需要上链的 就比如说可以先把matching engine 放在链下 等这个blockchains真正的能handle matching engine的TPS 跟high frequency traders里面 在交易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放在某个layer 2 layer 3 或者是其他的 哪些环节必须得上链 就比如说现在我们的settlement design 就是order book shut off也没关系 用户还是可以随时把他的钱给提出来 就是这种事情不可能是 就在中英化交易所是不可能的 但必须在DeFi上能完成 就是我们有这些经验跟opinions 了解 但是刚刚讲到就是有一些要在链上做 有些要在链上做 那在链下的部分 会有某种的consensus机制吗 就是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因为其实我近期就是一直在介绍 Lido啊Rocketpool 这些staking service 很多人会误以为说Lido是去中心化 他其实不是 他是中心化 然后他很多人在看Lido在招validator 会以为说他是在招以太坊的validator 他其实不是 他是Lido在做自己 这个因为他有700万克以太币在staking 他这些staking上面的这个节点 又做了一个consensus layer 然后呢招了几个那种实名的validator 来确保说Lido不会作恶 那就是在orderly的这个 那最主要为什么他们这么做 就是因为这些validating的机器 Lido起这个每一个到32克以太币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700多万克以太币 除以32多少的机器都是validator 都是Lido在经营 那这就是链下的部分 所以他要做一个consensus layer 那现在orderly会把就是 我们刚刚讲这些好处的是放在链上 然后这些摩擦比较大的 需要这种high frequency trading 这些会高额消费的部分放在链下 那我觉得用户尤其像我就会去想到 这个部分的去中心化性 那你们这边有什么考量吗 最终的goal是所有东西去中心化 但是不能sacrifice performance 因为特别是order book trader 很多是专业的trader 他们第一要的是performance 然后资产的安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必须保证资产的安全 所以花很多时间在这个settlement layer 就是说用户可以任何时间 我draw他自己应该draw的asset 然后任何的asset不会被我们来控制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performance required 所以就开始先把order book放在链下 但是eventually还是要把这个 放在链上的 就是我们的新的multi-chain structure的话 就是有专门的一个 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某条 某条low cost high throughput这样的一个链 能去handle所有的东西在链上 了解 这个肯定会发生的嘛 就徐徐渐进慢慢的一步一步 对对 exactly 我可以想象可以选择设至于 现在大家常讨论的layer 3 设计还有人在聊layer 4 然后他们尤其像ZK Sync 他们就有propose一个叫rainbow 然后rainbow就是在layer 2上面在一层 然后它可以慢慢的再上去 意思就是说ok我这些比较不需要 就是我高频的交易的部分 很多它可能是类似的交易 我就把它全部统包到一起 然后再放到layer 2 这样的话就可以 就是因为layer 3 基本上就是千分之一layer 2的gas cost 对所以你们也在看这一块 也有选好链了吗还是 对我们就是在跟一些layer 3 ok在沟通 了解 这个链现在还不太能disclose 但是应该就快了 好 那我想要聊聊下一个部分 就是刚刚有讨论到不同的defi project 然后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像我在用有个鞋 叫macha macha.xyz 它是0x的 它有一个功能有点类似order book 就是你可以说我卖多少token要在多少价格 对那你怎么看类似这样子的产品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就是AMM 它像trader joe 我觉得它也做一些创新嘛 把不同的那个liquidity就变成curve 这个curve就有点像order book 对对对 但我觉得order book它最终的 给这些专业一些traders的是 是体验还有limit orders 还有各种 就是take profit stop loss 各种各样更专业一些的order 然后这些trader他喜欢看着这个order book 来就是看着这个order book 对对吧 这个甚至是产生一些对他们来说的一些信号 是 那这个体验是在AMM上目前是无法完成的 虽然就是theoretically 它长得也会比较像order book 甚至是可以放limit order 但是他会欠缺这么样的一个体验 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就是在AMM的LP 他还是偏yield driven嘛 对对吧 然后在这些其他trader之偏 就是taking driven 他直接就想去execute 不管是他要去lay off risk 或者是他是在做一个arbitrage 就很多的arbitrage 但而不是这种order book 就是GP人 没错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差别 其实就在于说AMM最终你还是要选择提供另一半的流动性 either是USDC或是ETH 不管是balancer RVV2V3 就连V4都还是要你提供另一部分的流动性 就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是要卖这个curve跟ETH token好的 我还是要有一半的curve 一半的ETH 或是80%的curve 20%的ETH 所以说在order里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假设说 我今天如果我想要卖CRV 我就可以不提供ETH的部分 我只提供CRV的部分 然后有人要来买的话他可以来买 就是在trading上他就像Binance一样 那在就是你说的这个是偏licuity provision 对 licuity provision上我们会有一些创新 会是就是single-sided single-sided liquidity 了解 然后这个会facilitate一些permissionless listing OK 但就是大家就像你说的 他就想放一个资产 是 然后产生一些yield 这会需要kyc吗 就是orderly OK 现在orderly的model它是to be 它是一个infrastructure OK 所以现在在orderly上有四个dex已经build好了 然后这个月会再出现两个 是 那它就是会enablebuilders dapps 不管它是amms 现在其实有一个在orderly上面build的是一个amms 或者是中英化的交易所 很多中英化的交易所 它需要变得更decentralized 对 或者是一些social apps 是 或者是甚至是projects 其实是任何想很快速的去monetize 或者是提供更多的价值 针对它的community OK 就可以构建自己的一个swap或者是dex 或者之后的social app都可以 OK 会很方便去connect 然后这个liquidity 然后这个是事情免费的 甚至orderly去incentivize它们 所以orderly自己不是一个dex 它就是infrastructure 但是会有一个dex在上面 像你刚刚讲这四个dex哪四个dex的 就是两个最大的一个是叫woofi 叫woofi 叫woofi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ref ref是near上最大的amms 了解 对还有两个小的 然后马上会有一个很大的social app OK 它会被宣布 还有会有一个中文化交易所 它的dex 这个也会宣布 OK 那我现在有个更明确的一个看法 所以说它会是一个to be的工具 然后incentivize不同的dex creator 用orderly的mechanism来去促使这种limit order交易 所以而且刚刚提到socialify的部分 所以说是说今天如果有 you know我随便讲一个就像social token好 它也可以透过orderly 这样用limit order方式买卖 对啊它可以就是我们想让它能很快速的去spin up自己的swap 或者是order book OK 然后可以list它自己的token OK 然后可以让它的community去route它 就到它自己的这个 那你们应该就会需要跟像oneinch这些aggregator合作对不对 将来确保说它这些没有接到的liquidity也可以被其他 因为很多人都是用metamask直接去收交易对 yeah aggregator会是swap的一个合作对象嘛 OK 就是我们就它会aggregate我们的我们的liquidity 还有什么metamask啊match啊这都是aggregator什么open ocean这些都是 然后所以说今天假如说我launch一个什么mrblock social token 然后我就可以它就那你们会提供UI吗 用它如果是很快spin up的话它是直接用你的UI 然后它自己有自己的domain然后出来 yeah就所以它会现在就是order book的sdk 还有swap的sdk OK UI这个在做 当然大家对UI的想法不一样嘛 对 所以会有一个标准 然后在mobile上也会有 也会有这个 就是最终还是去最快速的facilitate这些builders 了解 spin up a trading function 那它的这些fee的部分就是选择它的token 还有它whatever它的trading pair吗 fee的部分对就像一个swap一样 对 所以它depends onbuyer or sell 它可以是用那个就是这两个这个trading pair的两个资产 任意收嘛 然后这个现在是跟orderly是55分这个fee OK 这个应该是非常competitive 然后之后我们的tokenomics出来 它会有就是根据比如说stake的token 然后这个没有 yeah 不确定性 OK 比如说stake越多你分的越多 了解 我觉得蛮合理 而且我甚至可以想象一种 一种合作方式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有一个protocol 他想要用orderly 他就必须要stakex amount of order token 才有办法用这个服务 然后如果他要开一个什么leverage服务 就那种2x leverage他可能也需要stake更多 他的用途 exactly 那这想象空间就很大 那另外一个我想讨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一部分就是hack跟exploit 就是因为现在支票厂上我觉得今年有两大派的defi builder 一派的defi builder是fork派的就是他们认为说现在今年不会有太多innovation 主要还是用一些existing就现有的合约battle test的这种滚瓜烂熟的合约 已经没有没有被hack过其中最致命的就是uniswap RV2这些就很多人去fork他 设计近期的liquity 都很多人去fork他 然后去改变他的代币经营模型 像radiant capital rdnt就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就是他是完全是一个RV2 fork 但是他改了代币经营模型改变了一些用途 但是实际核心还是RV2 fork 另外一派就是innovation派 那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就是orderly会是说现在的合约应该就是全部是自己重新 就从零到有开发吗 对 那在这部分的话就会大家就会去怕说会不会有攻击啊 这些可能性 那因为刚才有讲到有链上跟链下 链下通常就可以确保部分的资产的安全 所以你们这边有做什么样的措施来确保说 勇武不会有疑虑怕所有合约攻击啊这些的 yeah 这个就是每一个合约 就现在我们都是有多个审计嘛 对 Halborn Certic 然后也会越来越多 目前没有出现过问题 当然现在的V1是在Near上嘛 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team 就是I mean我们有大概39个人在orderly 然后一半甚至以上都是engineer 所以在我们这边还是非常regress 你去考虑这些事情 然后其实很多像settlement这个东西 就是它的复杂程度是 等于是没有matching engine那么高吧 目前 我觉得最complex这一块还是在链下嘛 其实在这个matching上 但是资产安全这边 虽然logic不是说特别的复杂 但是它会insure 就是我们不会无法去触碰用户的资产 了解 了解 所以因为我们看到有些协议它会有 像比如说curve它会有个minting cap 然后有些会有withdraw cap 就是来确保说大部分有很多攻击者 它可能是reentrancy attack 或它可能是flash loan 它没有办法就是一次性拿走 然后呢会触发这个攻击的警报 来确保说整个平台会有个emergency shutdown 像liquity有一个就是recovery mode 还有像是Ave有safety module 就是像我们看到很多DeFi协议会把这种中心化的一些 紧急措施放进去 确保说一旦可能被攻击了 它就会整个shutdown 对你们有这种措施吗 这个我们有 我们有多个分控的 这个是根据我们就是做centralized平台的经验嘛 就是从trading position 就是trading上面到withdrawals 都有很多的这方面的措施 那去因为centralized trading platform 就比如说物它是一个 其实风险某种意义上是更高的 在这方面 是 好 那OK 那我们跳一下 就是除了讲产品的部分以外 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呢 他可能是founder 也有可能已经是serial entrepreneur 所以大家很多 因为我们有个podcast叫有必要博客 然后我们会讨论 就是每一集我们都会讲10个 就是last week融资的项目 所以我们会一直介绍 就是我们今年已经介绍 maybe有200个融资的项目 这一方面让很多听众知道说 其实crypto还是有人在投资 也还是很多人在创业 但是这个市场还是很难 那我们知道orderly有很多很知名的投资者 包括像是sequoya 包括像是crypto.com Jump GSR Venture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有哪一些投资者 然后这个融资的这个历程是怎么样 可以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们运气比较好是在 就是21年底22年初完成的融资 所以这个时候还是 就是市场还是比较好 那当然我们 就是从 我觉得我对任何founder的建议是 最开始就想到 你的stakeholder会是谁 对吧 你的之后的contributor会是谁 然后最好是让这些人来去投你 对吧 就是纯strategic 因为他是你未来的用户 builder contributor 然后你的token在他们的手里是 是最好的 对吧 这就是未来打造你的ecosystem 纯财务投资的这些人 其实是 就不是 就没有那么理想 对吧 那我们一开始就考虑到 谁是这种可以赋能 就是哪些VC是可以赋能我们之后 把portfolio company介绍我们作为builder 做listing资产 他会在marketing上有帮助 然后他们是偏hodler 对吧 那比如说pantara 红杉这些 然后另外就是当然是trader 因为我们需要很多的liquidity provider 对我们来说 所以market makers很重要 那gsr jump alphagreb 很多不同的market maker 都参与了orderly 另外就是builders builders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对吧 那有radium doto kobo这些 都投了我们 然后exchanges exchanges其实是 很多是用户的桥梁 对 那当然他们有大量的用户 那他们也有可能是builders 就像现在有个centralized exchange 在上面build 对 crypto.com 就是这些什么gate 这都是我们的investors 所以开始我们就考虑到了 这些事情 然后所以就是这些都是strategic 那我们最新的两个strategic investor after第一轮的时候 就是nomora securities 他的laser digital 就是他们的crypto arm 那nomora就是我们考虑到未来 是有institutional defi这件事情 从trading到yield 那所以就想跟他们去合作 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coindcx 就是印度最大的交易所 是 所以每一个我们的投资人 我们都是去互相挑选 然后是一个好的match 就是这样 我觉得strategic 应该是最好的投资者 是 对啊 那我们也想 之后也会想要跟更多的community influencers 这也是非常strategic的partner 对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token 他会有两种stakeholder 就是一种就是用产品的人 第二种就是单纯买token 买token可是believe in a narrative 不一定他用产品 然后其实我近期发现有第三种人 是GMX他们在拓展的第三种stakeholder 第三种stakeholder他可能不买token 他也不用产品 但是他是在推广这个产品的人 对就会变成很重要 像我们看到Binance 他们就把这个Binance Angel 那时候做得很厉害 就是让这些人去推广 我发现其实DeFi这块就没做得很强 就是referral机制 或是这种 我们基本上不会看到 就是有人去推广uniswap 就是有某种referral机制 这至于curve也没有 但是大部分人就是因为他是curve stakeholder 所以要去推广 他并不是说OK我推广 然后我有某种的互利关系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考量进去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就是我觉得大部分founders 会想要知道就是说 当然刚讲这些strategy investors 都非常强 而且一定是有好的connection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第一笔钱是谁给的 然后那时候是怎么说服这个人 第一笔钱 第一笔钱其实是 自己给的 第一笔钱不是自己给的 第一笔钱其实是 3Rals Capital给的 OK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investor 当然我们 就是我们对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怨气 毕竟不是我们投他们 那当然现在其实都还没有什么怨气 他们当时也是支持我们 3Rals Capital当时他们对我们团队很了解 所以其实没有需要太多的convencing 我们毕竟有一定的track record 所以就很爽快的给了我们投资 那时候这么有名 所以这是第一笔 那你觉得既然讲到3AC 我们要不要聊聊 你觉得他们现在做那个AUX 如何就是OPNX 说实话 就是他们有很多的controversy 我觉得他们做这个事情 还是有需求的 对 说白了还是有需求的 就是claims的trading 这毕竟是有一个有supply and demand 那就是有需求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在DeFi上做会更好 对 就是能 standardize这些东西把它放到DeFi 那CFi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是strong believer in DeFi 对啊 所以那他们的劣势就是一个centralized 又是一个centralized exchange 对 还是存在之前那些问题 对 对 对我也觉得蛮特别的 尤其但是claims市场要到DeFi就也就有点像RWA real world asset 要到DeFi一样 他永远会有一个这个衔接的桥梁 跟这种custody 是custodial的问题 就是say 对 好那我们再延伸到 刚刚讲到就是orderly是什么 然后呢也讲到了他的一些机制 那orderly会有token吗 会有token OK 就是我们是strong believers in the token 然后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融资全都是就是融的token OK 就是跟equity没有任何关系 那我们最终是想做成非常的decentralized 其实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top DeFi protocol 它的愿景嘛 然后甚至是一些layer one它的愿景 其实最终终局我觉得就是我们真是提供一个public tool给到社会 然后所有的stakeholders他都能有相对应的benefit 不管是trader还是像你说的affiliate influencer或者是a builder 这应该是一个比较automated的一个机制去完成这个事情 然后越来越decentralized 是真正的是community owned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景 然后是那个liquidity provider 所以任何人到时候他都可以去plug into liquidity 我们想变成这个链上的default liquidity solution 针对crypto assets 然后未来就像你说的real world assets 对 hopefully也能在orderly上 是 那就我了解 因为现在代币经营模型还没有完全的定调 但我们刚才知道Rent是一个defi的爱好者 你有特别去参考哪一个defi协议 不管是radian curve uniswap 哪一种的代币经营模型是你觉得适合应用在orderly上面的 对我们参考了不少就是curved做的是很好的 是实话吗 curved做的是很好的 像GMX啊这些 对 就因为我们还是想要 就是incentives 不一定fell immediate 对吧 然后 就是这几个做的事我们觉得是很好的 然后token需要有utility 对 对很多的utility 然后真正的value capture 对 所以我觉得是这几点嘛 然后你就是会获取到就是忠诚的那个用户 还有stakeholders 是啊然后我们是big believers in这个DAO 对啊所以会花很多的功夫在这方面去真正的decentralize community是最重要的嘛嗯嗯会去构建这个 所以呃之后我希望我们包括我自己就是contributors score contributors而已 我想呃延伸刚刚这个议题就是说关于token design 我们看到比如说curve curve我觉得很多人在看curve的时候 然后单一看这个ve model 但其实ve model它有延伸出一个 我喜欢叫它呃symbiosis就是这个共生体 共生体它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宿主如果死掉 它也会跟着死掉 所以呃它会延伸出很独特的代币经济模型 是为了宿主而活 所以我们节目里有讲过像defi的血脉 我们就把curve称为是一个输血在defi里面 因为curve如果离开很大一部分就会走 嗯那convex呢 它就变成是curve的其中一个最主要共生体 我们看到convex有这个cvx 跟它有一个这个bribery market 基本上就是为了呃curve而活 所以我在近期跟不同的defi protocol聊的时候 我都会去试图了解 甚至于鼓励他们说呃去想办法创造出 自己的convex在它的产品上面 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很特殊的场景 一呢它创造了说呃我今天如果是liquidity provider在curve上面 我如果是一个大鲸鱼 我有可能会一直挖堤卖 那curve就设计了一个ve model 确保说你需要存curve才能同时挖 来降低它的farm and dump 嗯然后但是这个机制呢 如果只有这个机制 散户就很难进来 因为它会太困难 嗯所以多了一个convex 变成就是散户可以到convex 同时可以享受到呃这个挖矿的机制 那convex基本上就是永久把curve的代币锁在里面 所以呃我想要了解说呃 orderly未来会不会有呃呃 设计鼓励protocol build on top of orderly 然后会不会把代币经济模型设计成 就有点像刚刚讲SDK一样 就是必须要设计层次说 未来这些protocol 可以很好的integrate这个token design 同时incentivize大户 也同时incentivize散户 但同时间又不让他们太容易的farm and dump 对 呀嗯我觉得呃这是我们的呃 model的本质嘛 对 本来就是去呃就是找partners to integrate on top嘛 那那开始是针对traders 呃之后会针对token 嗯 trading tools 是呃就是 wallets custodians social apps 然后会鼓励他们能去empower 就能empower他们去构建自己的trading app 是 然后去monetize generate revenues 呃甚至是给他自己的token 更多的utility 嗯 去让他的用户享受他们的这个benefit嘛 然后这些features都在build在我们的stk上是他才能完成这些事情 这样的话他真正的愿意跟我们合作嘛 呀啊甚至是做一些primary listing 可能他也需要lock orderly才能bribe这个market 对啊对啊他需要用orderly去做很多事情 然后这个process需要非常的自然嘛 呀呀呀呀就不能forceful 然后他会是最大的收益者 而不是说我们对吧 对 只是infrastructure 对 好那最后我想来要看就是刚刚提到这个orderly v1 那v2还有这个multi-chain evm这部分可以这样讲吗 呀这个design还没有完全finalize 但是orderly开始的出就是我们开始的初心就是觉得apps肯定是要multi-chain 对 就现在的chain与chain之间的互动虽然越来越好 但是作为一个用户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对 那有现在有个term叫chain abstraction 这个我们之前就是在物上已经物发上已经做过 那orderly更是这样 就是一个像类似centralized chain的体验 就是可以deposit withdraw这个链的native asset 然后用任何的入口嘛 一个wallet custodian或者是什么social app deposit would drawnative asset 不是一个wrapped token right ok 那deposit一个就是比如从AVAX上deposit一个 这算layer0吗 就是对我们合作的这个 就是layer0这个概念还是layer0这个project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呀其实我不知道怎么靠这个概念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用户就是应该不要非要用什么wrapped tokens 然后就是deposit withdraw 从这个链上进从那个链上出这个process要很smooth很丝滑 然后他不要去跟那个他不要去跟桥去接触 桥是在底层 那现在就是用户漏斗的最上层是钱包他们做的account abstraction嘛 对吧 这个会让onboarding越来越简单 对 那我这个 然后现在就是chain abstraction的话 其实用户就像用一个web2 app 有可能 只是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偏中局的嘛 对 那你想你是更sophisticated 你想去链上去探讨也可以 对吧 是 但你小白用户必须得能很方便的进来嘛 是 呀 这个process就必须要是multichain 所以我们的design de facto就是multichain 是 呀 然后有一个settlement layer在某条链上去促进 就是个ledger 那assets会被custy在很多不同的链上 就是看用户是在哪条链上 他想去用这个链去接触orderly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在curve这么久了 我认为说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在每条链去incentivize 他其实是非常浪费钱跟摩擦很大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会变成是说我今天可能在polygon上有一个10ml的这个liquidity 然后我又得在哪里 然后就常常出现d-pack 然后其实arbit charger设计有时候不会想再去arp了 因为他要算跨链的gas fee 又要算去arp的gas fee 对 对 然后那个摩擦其实很大 所以我刚刚讲到L1L0的概念的想法有点像就是说 是否有一个独立的接口 有点像某方面有点像orderly v2想要达成的这种方式 来降低摩擦降低这个gas fee 然后liquidity不要那么scatter 对 然后说实话这些链不知道有多少最后会存活下来 对 oh my god 我自己就提了几条链是跨链桥出问题 最知名的其中一个就是nomad 然后他跨过去的稳定币就全部都归零了 而且直接影响到那边的所有的dex 对 好 那我们今天最后我想问一个跟项目没有太大关联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chronous Wu还有orderly都选择在台湾 然后刚刚也有提到就是说有很大的团队 当然团队在各国都有 但听起来在台湾也有蛮大的团队 对就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在台湾build这个team 然后呢就是这个经验如何 Yeah orderly其实是比较decentralized 少量的团队在台湾 但是还是有一定的团队在台湾 台湾一是从监管上是比较friendly 很open 然后就是有很多的talented engineers 不光是从台大还好或者是交大 还是这些tech firms 其实就是很多的engineers 然后这个talent pool是很不错的 然后台湾也是生活很好嘛 很舒服 就是大家是比较happy yeah I think that's the reason 然后台湾的地理位置也挺好的 就是需要去亚洲任何地方 对 其实就是one flight away yeah 我也觉得因为其实跟不同的founder来提 我们认识很多founder他会 you know在香港中国新加坡各地方 然后看起来大家在选择一些engineering的时候 都还是会 也会来到台湾 当然深圳不同地方都有非常好的engineering 然后也但是某方面我觉得在台湾的监管方面 或是对于crypto形成好像 我觉得有时候模糊 但有时候又好像蛮支持的 就是yeah 好那最后呢我想要讲一下 就是呢orderly他们有带来一个盲盒 这是一个mystery box 然后我刚刚看了一下里面有蛮多东西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会送出三个 然后呢我会把抽奖的方式呢 放在介绍案里面 然后基本上就是要去 追踪orderly的这个social 还有他的discord 然后呢再来呢最酷的地方是 Ren刚刚说会有order token吗 所以呢 呃有机会我们会呃把你的地址呃就是在留言把地址都写下来 然后呢就有机会在未来可能获得到order的空头 是吧 会不会我讲太多是这样吗 可以可以 OK好 Ren哥说没问题那就是可以啦 那我们给多少不确定 但有机会可以获得到一些空头 这样 然后我们再把 就是介绍放在介绍案里面 好那今天很感谢Ren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orderly 而且尤其我刚才一直以为他是一个dex 直到我听到说他是to be 然后可以接不同东西 我就突然觉得整个世界观就有变了 对 alright 好Ren最后有什么要跟我们的audience讲一下 呃 谢谢谢谢大家 然后呃 谢谢区块先生 然后呃 请关注一下我们 然后希望能呃 呃 各位能作为orderly的community 然后我们互相呃成就这个ecosystem 然后就是mutually benefit 呃 谢谢 alright 好感谢大家 记得今天讲的东西呢 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议 然后呢 加密货币投资是非常高风险的一件事情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alrigh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